大家好 我是宋宗健 北京餐饮的堂食已经关了有36天了 今天是第一天恢复 我们去采访一下 有关餐饮相关的像老板呀 还有顾客呀 大家的一些感受 想法 还有很多很多东西 现在呢这个堂食重新开封了 你有什么感触吗 我的妈这也太激动了 太激动了 比如不在做饭嘛 但是这36天我学会做饭 这个是新一个技能 然后堂食就很激动 终于可以吃火锅吃烤肉了 所有能点的外卖都点了一遍 然后已经搞清楚了各个外卖的 最优惠的点单方法 对我来说还是跟朋友跟同事一起 面对面吃饭的这种快乐缺少了一段时间 现在还是觉得这个还是挺必要的吧 我们现在能开放堂食很重要的是 这次疫情北京大规模的增加了核酸检测点 也就是我们在很多地方不用10分钟 就可以免费的测核酸 您好 您好 能简单问你一下吗 现在北京开放堂食了 你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吗 现在还是要注意这个好不好吃 谢谢 谢谢啊 现在我是在一个美食城的外卖 因为这个疫情整个堂食也关了36天了 我们进去看一看 现在这个堂食就开始恢复了 有人在这吃饭了 现在疫情的客流量比之前怎么样 现在因为今天是第一天恢复堂食 暂时我们还不确定 但是我感觉从今天我们这会儿开始 老顾客来的还是比较多的 小时候往那儿游业方面有点 然后接下来的话还有一个比较员工 那边稍微有点吃 但也不大 有很多部分我们应该给很多点说的部分 看到我们要特别幸运 也终于能吃到你家的鱼了 然后能堂食了 昨天我们就听说今天要开堂食 今天我们约了几个朋友 又回到我们老店里吃还是不错的 通过这次疫情之后 我认为我们更应该活在当下 好好工作好好挣钱 然后开心对待我们当下的每一天 MING PAO CANEDA JE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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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